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來 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講講 有一個黃絲黃店叫黃老闆 他以致是助養羅冠聰 好助養不助養 助養羅冠聰 而且老闆是男人 你不是假的 都不要緊 但你好助養不助養 助養羅冠聰 幹甚麼 那怎樣呢 助養羅冠聰 如果被人查到的話 要拘捕的 要坐七年牢的 那怎樣呢 現在他疑似急急腳 因為爆了黃 急急腳 前途台灣 連他的店員 在記者訪問的時候都說 蛤 他住了草嗎 他昨晚還在 連店員都亡在鼓裡 那就慘了 在黃店打工的店員 很大機會是有漢出 但沒有良知啊 慘了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呢 我們一會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 留言 訂閱 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的一段影片 這件事是大公文匯的 OK 給他回憧憶 厲害 他的報導就說 黃絲經濟圈應該窮頭末路 其實全香港的黃店 現在都還在標明它是黃店 其實已經剩下很少很少很少 在月前連續 執了三間分店的黃店 有利兵室 他就很明顯沒有利 沒有利可圖就執了 跟一傳出他們的老闆 莊靠插行 莊靠插行 就欠舖租 亦都是欠供應商的貨款 被人追溯 再加上警方現在追查羅貫聰等等 那些人的助養金門案 有人就懷疑他是心虛 在日前急急腳地飛去台灣 將草潛逃懷疑 可能別人回來 雖然我都說了二字 他回來就沒事 還錢 幹甚麼 記者就說 接到讀者報料 昨天全程 直擊著莊靠插行 疑似穿草的情況 你想想 你覺得是甚麼人爆料 甚麼人報料 你知不知道誰叫莊靠插鵬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那甚麼人會知道 很明顯 要不就是借了錢給他的人 要不就是莊靠插鵬欠他錢的人 借錢差錢不同的 貨款和借錢不同 要不就是那些黃絲黑暴 裏面的一些都幾 社會的人 所以認識這傢伙 竟然間是直擊到他著草的情況 在清晨六點鐘的時候 這個莊靠插鵬 就聯同 疑似是他妻子的女人 現身在機場那裡 而他們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帶了大量的行李 跟著就很蒼黃地飛去台灣 你想想 現在這樣的天氣 你去台灣旅行 你怎會帶很多行李 對不對 這個 John Concepter 當然會被記者問 之後 他問的時候 他說 不是 不是前途 沒有 沒有 許智峯那時候也這樣說 他就說 現在經濟環境不好 欠租很正常 欠租很正常嗎 為什麼我不知道 他就聲稱 去台灣是為了了解環保餐具 更加在零件之前 在這裡鼓勵手足 繼續努力的手足 是呀 做好店舖 賺多些錢 是 所以 他就繼續有錢 但是人家就繼續沒有錢 OK 其實 在黑暴期間 這個有利兵室 就貼上了黃點的標籤 他是支持黑暴 也是吃人血饅頭的 不過 在國安法和23條實施之後 他就已經是窮途末路 連續這樣 近期就執了三間的分店 現在只剩下兩間分店 是狗言殘喘 還要是欠租和欠貨款 然後近日 網上傳出來 就是因為他欠租和欠貨款 被人追數追上門 所以其實都顯示得到 這個裝靠叉喘 很大機會是隨時 著草 都不出奇 在日前 清晨六點鐘的時候 記者就接獲報料 就說 喂 快點來香港機場 香港機場發現了一個人 滿身走氣 原來就是這個有利兵式老闆 裝靠叉喘 他就聯同一個大約三十歲的女子 推著三大箱的行李箱 和兩大個的伴侶廊 行色匆匆地走去櫃台 辦理登機和行李寄倉的手續 搞了十分鐘之後 這個裝靠叉喘 他就自己一條爪爪爪爪了去機場的富豪酒店 那個的銀行櫃圓機那裡 按錢 接著按了很多張卡 按了錢 期間 記者就目睹 這個裝靠叉喘 用了很多張不同的提款卡 先後在兩部的提款機 按了大量的現金出來 但你這樣按大量的現金來香港可以嗎 接著他就急急地回到離境大堂 在這個行動裏面 他好像真的欠很多錢 神色慌張 周圍左望右望 看看有沒有人跟蹤他 看看有沒有人預約他 但很明顯他這些事不合理 為甚麼 他工作他就老早發現了記者和那些布料人士 他發現不到 不知道他怎樣 他這些神色慌張 是按摩的 沒有用的 是吧 接著見到他這麼神色慌張的時候 記者當然上前嚇一嚇他 不是 記者當然上前不肯問他 就說了 喂 怎樣 搞甚麼 是不是走路 是不是學到問責 這樣 穿去台灣 是不是不打算回來的 是不是喝了很多酒 這麼大酒味 是不是跟手足戰衡 就是喝這麼多酒的原因 然後他突然之間 突然下一條 然後 繼續下一條 然後他就 甚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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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麼甚麼甚麼 甚麼甚麼 幹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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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不知道他還有甚麼 然後再問他 喂 喂 有人說 你拖租 欠租 是不是最早 那他就 說 我喝點酒 蛤 這麼像拜登的 你 我問你A 不是 我問你B 你回答A 不是 那你有沒有欠租 他說 唉 現在環境不好 現在很難做生意 不是 你有沒有欠租 欠租 不是很正常 我 是很正常 這樣 這樣 這樣是不是走路 不是 去看環保餐具 你都傻的 你去台灣看環保餐具 你的環保餐具 在台灣運過來 那個運費 多少 你不如本地拿 對不對 還有 喂大哥 你這麼多件行李 你說去看環保餐具 你自己 你自己買完之後 自己拿回來 夠你們幾天用 一天還是兩天 OK 然後記者說 喂 你有很多行李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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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件了 我一件了 我揹著這件 我揹著這件 這樣 OK 他說一個星期之後 會回來香港 對於這個有利兵室接連結業 他就說 問他會不會怪手足 沒有光顧 這樣 然後說 沒有沒有 黃色經濟圈 一早死了 記者就問 有沒有說要跟你幫手足說 這樣 他就說 叫他們努力吧 這樣 然後就走了 急急離開 離境大堂 一走掉之 近日 有很多人 在社交媒體 分享大量 有利兵室 陳靠叉鵬的追溯街燒 然後那些記者去找了兩間幫有利兵室 去提供食材的供應商 就了解他的情況 那 都 對了 沒有辦法了 有一間好像是 簡直是 是的 因為有兩間好像是被他拖到 都倒閉了 有一間提供兵快的公司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人回應 好像都倒閉了 OK 另一間是提供食米的公司 是的 都不見了 就好像被他拖到 真的搞定了自己的公司 人家可能都會服他仇 不是開玩笑 接著那些記者 當然去找他兩間店 去了荔枝閣 他和太子始創中心 兩間有利兵室去看一看 發現這兩間店 仍然是有營業不過 生意非常之慘淡 店員都沒有來神器 沒有來精神 女店員更加知道 老闆原來離開香港之後 當然下一條 然後再下一條 太子始創中心的分店 女店員就說 他飛去台灣 不是吧 喂喂喂喂喂喂 你來之前那晚 即是昨晚我還見到他 不是吧 那你知不知道他 你這間店是欠租 和欠貨款的 他說 蛤 不知道啊 完全不知道啊 沒有的 幫黃店打工也很嚴重 OK 那 這個黃店的老闆 John X彭 為什麼又要來香港呢 除了欠債之外 他曾經是鼓勵過那些食客 是去訂閱通緝犯 羅冠聰他的patreon account 還有就說 不訂閱他都不要緊 有很多通緝犯都可以是 訂閱的 那他就曾經 在他的facebook社交平台 有利兵室交叉麥當勞的facebook 曾經鋪過很多觸犯國安法 還有現在判了刑和被通緝的人士的帖文 他曾經也發佈過 凡patreon用戶顯示訂閱版面 訂閱黃之鋒、周庭和羅冠聰的人士 一個打9折 兩個打8折 三個打7折 OK 這樣 那現在就不知道 是那些店員見到這些 會不會是打7折 還是想打7折的老闆 真的不是開玩笑 那你怎樣 是不是 他有涉嫌以食店的優惠 鼓動其他人訂閱羅冠聰等人的patreon 在上個星期三十二號 政府刊憲指明針對羅冠聰等六個人的 罪行的任何措施之後 即是說如果哪個人 去訂閱羅冠聰的patreon youtube Facebook等等 或者其他人 都有機會違法 還有幫助他們訂閱 或者幫助他們有機會 有錢用的話 都是會犯法 這個有利兵室的動作 基本上都是違法 報導說據了解 警方現在追查 羅冠聰patreon account裡面的用戶資料 亦都在查那些人士 你這個有利兵室 你又給人優惠優惠 你又說叫人去訂閱羅冠聰 給他們錢 其實他首先是鼓動了那些人 令到那些人犯法 第二因為他鼓動那些人犯法 所以他自己本身犯法 所以他應該是被人拘捕 遲早的事 所以他聞到味道 便離開了 除此之外 這個莊級執行 亦都是跟前仲賤骨棍成員 經營一個網上及平台 懲罰me 跟他那些人士 這些平台的關係密切 而這個平台 就是拿錢去支援羅冠聰 在去年7月份 警方拘捕了前香港仲賤骨棍成員 包括林朗賢、李啟靜等等 四個人去營運這個 黃店給錢金援助養 羅冠聰的平台懲罰me 翻查有理兵室的Facebook 各方面 原來都不斷地跟懲罰me 和其他黃店一起做一些活動 包括五一懲罰制等等 各方面 基本上全部都是鼓動人 去支持他們黃營、黃店和黃絲手足 還有支援羅冠聰等人 這件事其實出來之後 兩件事 羅冠聰的助養案 基本上都是跟這個 有一個JohnX彭獨資經營的有理兵室 是黏在一起的 可以見得到這個心虛 兼且欠債的John Carlson 在離境之前 仍然扔下那些 什麼叫手足佬的那些說話 基本上都是很愚蠢的 哪一個真的跟他站在同一陣線呢 基本上 行先死先 而債台高速的有理兵式老闆 John Carlson 他潛逃台灣之前 接受網媒黃媒的訪問 繼續抹黑政府 受到食環署、政府部門、消防署等等 檢控、才是結業等等 企圖掩飾它、經營不善 食人血饅頭吃到窮途沒路的事實 喂大哥 你被人檢控你做得不好 不關別人的事 你倒閉是你做得不好 亦不關別人的事 在今年三月份的時候 John Carlson 跟黃媒投訴 政府部門巡查他的店 然後就說要罰他等等 然後就說算了 我索性執了他 但原來 他說索性執了他 其實是因為他真的 他真的經營不善 除此之外 他原來是早有部署的倒閉 邪教組織法輪功喉舌大忌院 亦都是唱商王 將多間經營不善的 面臨結業的黃店 港城被政府迫害 當中莊交叉鵬經營的有利冰室 亦都是其中的一間 再翻查資料 有利冰室去年4月仍然有五間分店 五月份開始 觀塘分店 搬到一些比較人流少的位置 再重開 三個月之後 就在新蒲崗自己首家的有利冰室 亦都是結業 去年九月份只剩下牛頭角 太子和荔枝各分店 去到現時為止 只剩下太子和荔枝各分店 莊交叉鵬在三月份的時候 今年他就承認他自己 已經累積虧損了一千萬 所以開始精簡些菜單 連招牌菜都暫停供應 希望可以減少損失 但是他變相令到有利冰室 他自己店鋪的顧客越來越少 黃絲亦都頂不信 那就沒有光顧到他了 黃絲不上消費 近日亦都有網民 有人上載有利冰室的供應商 貨倉門口 一地都是欠債的相片等等 傳單上都有裝叻鵬鵬的相片和姓名 亦都叫他拖欠貨款 欠債還錢 亦都有人爆料 這間有利冰室就拖欠幾十萬的貨款 包括米箱、凍肉箱等等 亦都有人說 荔枝各分店最少拖了業主半年的租金 成九十萬 加上供應商和員工的工資 已知的話已經是二百萬 但未知的話可能是更加之多 我聞就在罵白有利冰室在黑暴時期 就是靠黃色經濟圈上位 吃進黃血饅頭之後過度擴張 開了很多不同的分店 以為黃色經濟圈可以繼續賺 而且賺到盡 但說真的 市場很明顯地不斷淘汰一些劣質的店舖 尤其是劣質的黃店 這個有利冰室和其他黃店一樣 最後只有蝕本敗酒收場 除了恭喜之外 我都不知道說什麼好 但幫他打工的人就慘了 但如果幫他打工的是黃絲 我都沒有話好說 這件事就不知大家怎麼說 不怎麼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明傑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選個全部 這樣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